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间和上任之后 对于中英关系都做出了开历史倒车的举动 这并不因为它是印度的协同 要在国际事务上为印度出一口气 正如印度网民所说的 几年来连印度总理都没有为印度做些什么 更别指望英国首相 苏大可为什么放着诸多的内外麻烦不去处理 总是拿中英关系来做文章 分析来分析去 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不当家不知才米贵 不当官不知道断岸兰 苏大可虽然此前当过英国的财政大臣 但毕竟只是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 并没有承担首相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压力 他好不容易当上英国首相之后 就发现这个家实在是太不好当了 在内部问题上 英国不但面临着受百亿英镑的财政枯冷 而且苏格兰正在谋求投票独立 在历史上苏格兰就是被英格兰用武力征服的 在这期间杀害了无数的苏格兰人 电影勇敢的心就描述了那一段的历史 同样的北爱尔兰的局面也很不稳定 与此同时 在英国保守党内部 有一大批人想要把苏纳克摁倒 让他当不成首相 甚至有人直接要他辞职 在外部 乌克兰战争跟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但是作为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 英国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收益 英国虽然拥有北海油漆田 但因为国内需求比较大 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出口来赚钱 反而要向澳大利亚高价进口 在冷眼涨价的影响之下 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9%左右的高位 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在经济贸易或关税问题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欧盟完全没有重新接纳英国的意思 英国也没有办法再找到借口重回欧盟 想从欧洲一体化中再获取一些好处 已经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苏纳克这个首相当得很不痛快 很不省心 因此寻找一个外部的冤大头来背锅 大概是一个办法 作为美国的铁杆跟班 英国首相可以拿来甩锅的 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了 俄罗斯已经被西方世界打入了另侧 英国对俄罗斯的政治谩骂 经济封锁和军事暗算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只差真的和俄罗斯开战 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收益可以发掘的了 现在拿中国来当作攻击对象 或许还可以有所收获 至少会转移一下国内矛盾的焦点 和群众的视线 近十年来 中英关系弹崖式的下跌 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紧密的追随美国 借机发泄被从香港赶走的愤懑 特朗普上台采取全面的反华政策 英国积极配合 取消了多个与中方的合作项目 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期间 英国政府扮演了极捕光彩的角色 直接出手破坏香港社会稳定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中英关系跌到了低谷 苏纳克不但不去修复中英关系 反而扬言中英之间的黄金时代已经接受了 他的言辞让人感到非常的可笑 如果这种恶劣的双边关系还能称之为黄金时代 那么他到底要把中英关系带到哪条路上去呢 无论苏纳克如何浅漏的定义中英关系 如今的中国已经对这个欧洲二流的破落货 没有什么兴趣了 这位印衣深色皮肤的英国首相顶多是大英帝国衰落史上的一个见证人 重要不到哪里去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